国内再有117人确诊新冠肺炎 目前国人外出受到限制 回乡跨州一律禁止 卫生总监恳求民众尽量不出门 以免引发第三波疫情 3月18号的百个大世纪 马上为你带来完整的新闻内容 晚上好 我是景龙 首先来汇报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进展 卫生部指出 我国今天新增了117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累计病例达790宗 其中80个案例和吉隆坡大城堡传教士集会有关 另外有11人痊愈 总痊愈人数达60人 卫生部也说 目前有15人在加护病房当中 并需要呼吸器 截至3月17号 已经有将近1万人接受检验 大马行动管制令今天开跑 各地区的民众如何应对呢 虽然14中心只能提供外带服务 不能开放用餐 但在沙拉越、湿屋和梅里 有些地方依然有不少的民众聚集在茶餐室用餐 不过全国各地还是有很多茶餐室或咖啡店 遵从行动管制 只是允许民众打包 禁止堂食 所以今天有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民众排队 等候打包的食物 在吉隆坡 平时十分热闹的金三角一带 今天显得十分冷清 其他大型商场里也不见人潮 另外网络上也流传着一段视频 据了解事发地点是在万金直落布努的 特洛布努当地的早市 今天还是如常摆探 结果就遭到了执法官员 以车子的库音器 警告他们收担回家 此外,Pili州新闻局也出动车子在社区内 呼吁民众留在家中 卫生总监诺新山今天也在脸书上贴文 恳求民众在行动管制令期间 应该留在家里 不要外出 否则会引发新冠肺炎第三波疫情 届时疫情会像海啸一样 他指出 要阻断新冠肺炎病毒传播网的机会渺茫 但每个人都可以做好本分 认真看待行动管制令 留在家里 不要外出 另一方面 政府最新颁布的线报里头指出 2020传染病防范和控制通令 从3月18号开始生效到31号 依据条规 国人是不被允许在州内或联邦指挟区里头 从一个区域移动到另一个区域 除非基于以下原因 包括说执行公务 购买 供应或运输食物与日常用品 寻求医疗勘诊 有限度地在特定建筑物里头移动 以提供必要服务 而要跨州通行的人 则需要事先获得警方批准 以及发出的通行令 不过就像昨天晚上突然撤回 必须向警方申请出门通行证 如今并没有新的宣布 而根据消息指出 全国总警长阿都哈密 正在和国家安全理事会开会 商讨执行方案 此外 从外国回马的大马公民或永久居民 在抵达我国之前 应该接受身体检查 才能够被允许入境 政府重申 在禁止跨州通行通令之下 政府也禁止一切理由的聚集 除了限制最少人数的小型丧礼 一旦违反条例 可被罚款不超过1000令吉 或监禁不超过6个月 或两者监失 一旦机构违反条例 其董事、经理、秘书或相关的负责人 也可以遭到提控 全国行动管制令开跑之后 雪州副总警长阿尊奈迪 今天接受新洲日报电访时指出 雪州警方确实已经下令雪州各区的巡警 需要在全国行动管制期间 在路上随机查问 出外的民众出行的目的等等 而警方在查询之后 也会劝告民众遵守指令 留在家中减少外出 另外今天也有民众拍到路上有坦克和装甲车经过 结果就引起了一些揣测 指这些军车是为了行动管制期间所部署的 对此英文新报引述国家安全理事会发言人的说法说 向国民保证 目前有关单位尚未部署军队来执行行动管制命令 有关坦克装甲车只是返回基地而已 因此民众无需惊慌 内政部今天也呼吁民众 如果发现有人违反了行动管制令 请向内政部的行动室或附近的警局举报 最后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